凶手招供 海地前最高法院法官涉嫌参与枪杀总统命案 中共严控民众出国 护照签发减少98% 美国多项疫情救助福利即将到期 恐将影响几百万人 马来西亚民众不顾疫情发动抗争 要求首相下台 日美联合训练 陆上自卫队首次直飞海外空降关岛 以色列邮轮预袭 美国海军表示 遭无人机攻击 郑州暴雨刚退 再报多起疑似武汉肺炎病例 当局规定 非必要不可以离开郑州 中国疫情再起 南京景区管制迟宣布 扬州机场航班31号起暂停起降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31号星期六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路透社报道 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案出现进展 海地警方说 前最高法院法官特劳特涉嫌参与莫伊兹遇刺案 被捕的哥伦比亚佣兵和海地一美国人说 他们曾经和特劳特见面 海地警方本周稍早对特劳特发出逮捕令 他在今年2月稍早被控计划发动政变 和另外两名法官一起被罢免 特劳特目前下落不明 海地警方发言人总监察长维里耶说 路网的那些凶犯嫌疑人中 有几个人坦诚 他们曾经去过特劳特的住宅两次 这些人也向警方提供了他们在特劳特家中 签署的文件细节 维里耶说 警方已经突袭了特劳特的主要住宅 和在乡村的其他住宅 并发布通缉海报 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30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2021年上半年 全国共签发普通护照33万多本 主要是由为出国留学、就业和商务 签发量大减98% 针对疫情以来 民众反映申办护照困难 中共移民管理局发言人陈杰说 申请人如果没有紧急必要事由 暂时不签发普通护照 很多中国网友反映 除非有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上面有明确的开学日期 否则申请不到新护照 也有不少网友说 护照停办了 过期也不给更新 去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 就有不少网友反映 中共严控国民出境 凡是以旅游目的申办护照的 一律不签发 中共移民管理局去年11月 就曾经发声明说 从严审批中国共民旅游等 出入境证件申请 劝阻和限制居民旅游 探亲、房友等非必要 非急需出入境活动 对此 原北京市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 对大纪元说 疫情下 中国经济严重下滑 中共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 外汇紧缺 他怕中国人出去花钱 钱都流到海外去 另外 他也可能害怕这些人出国后不回国 所以他更加收紧民众出境限制 很多中国人走出国门 发现中共的很多谎言不攻自破 现在他想营造一个更封闭的环境 借疫情搞闭关锁国 其实是开历史倒车 上海观察人士陈明慧认为 当局防疫只是借口 因为中共的战狼外交和人权劣迹 遭到国际围堵 如果国际环境对他不利 他以内循环为主 另外 明年二十大 党内要重新洗牌布局 关键时刻关门打狗 防止高官外逃 估计要等到二十大高层换届后 具体方向才能定下来 据福克斯商业网报道 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几项 价值近6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 设立了历史性的救济项目 以帮助那些因大流行引发的 经济停摆中苦苦挣扎的个人 但去年3月实施的很多保护措施 包括暂停驱逐令 和额外的失业救济金 冻结学生贷款和增加食品券福利 都快要到期了 CDC发布的联邦禁止驱逐令 将在7月31日到期 白宫新闻秘书菩萨基29号说 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表示 暂停驱逐令不会再延长 根据阿斯彭研究所 和COVID-19驱逐保护项目 28号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美国有超过1500万人拖欠房租 并可能在31号暂停驱逐令到期时 面临被驱逐出门 国家公平图级公布的数据显示 这些家庭总共欠下约210亿美元的租金 研究报告说 这些租房者可能面临未付房租 被驱逐的民事诉讼 以及严重的债务追讨 这些危机将在未来几年 继续对他们造成伤害 拜登政府上周宣布最新举措 意在允许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房主 延长每月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的偿还期限 降低每月还款额 支持抵押贷款的三个政府机构 将为房主每月提供约25%的本金和利息支付减免 此外 三个联邦失业救助计划将在9月6号到期 研究人员表示 约有720万失业的美国人因此受到影响 额外发放的每周300美元的联邦补助将被终止 同样被终止的还有 每周提供给相关对象福利的疫情失业援助计划 和疫情紧急失业补偿计划 目前 由23个州提前终止了300美元的联邦额外补贴 为了帮助那些难以招募新员工的雇主 拜登最近表示 失业救济金将在9月份结束 另外 经过19个月的暂停后 约有4100万美国人受益的联邦学生贷款动结令 将在10月1号到期 之后 学生贷款恢复偿还 而提高15%食品券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将在9月30号结束 马来西亚当地时间31号 几百名身穿黑色罩袍的民众 无视不得群聚的防疫禁令 发动反政府抗议 对处境岌岌可危的首相慕尤丁加大施压 要迫使他下台 法新社报道 抗议民众戴着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挥舞着无能政府的标语和黑色的旗帜 这是马来西亚近来首次出现的 有一定规模的示威抗疫 受限于防疫禁令 加上担心染病 很多民众不愿走上街头 尽管当局下令封城 疫情并没有缓解 民众对政府防疫的绩效 以及首相慕尤丁在陷入危机 仍力图保住政权日益愤怒 警方大阵仗部署 并阻止抗疫民众进入中央广场 随后集会和平解散 慕尤丁带领的联合政府去年未经选举上台 之后丑闻频传 导致失去盟友的支持而濒临垮台 甚至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苏丹阿卜杜拉 都罕见地公然谴责慕尤丁政府误导国会 引发朝野人士哗然 纷纷指控四面楚歌的慕尤丁叛国 并要求他下台 虽然长达六个月的紧急状态明天到期 不过届时仍然不会解除全国封城 马来西亚已经通报 COVID-19累计确诊病例将近110万起 8800人以上染疫死亡 日本自卫队散兵部队跟美军实施联合空降训练 首次从日本直接飞往海外空降关岛 自卫队空降训练着眼于提升岛屿的防卫能力 背景跟强化发展海洋的中共有关 据NHK报道 日美联合空降训练 假想岛屿的港湾设施等遭到敌军占领 陆上自卫队出动第一空降团100多名成员参与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29号晚上 搭乘美军C130运输机 从东京恒田基地起飞 经过大约5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后 抵达距离东京大约2600公里外的关岛上空 机上所有成员依序空降关岛 在训练过程中确认到压制敌军前的所有训练程序 这是日本自卫队空降部队首次从日本直飞海外进行空降训练 目的是借由长距离移动空降训练来提升岛屿的防卫能力 日美曾经在今年3月份的国防部长会谈中 确认双方实施高度训练和强化及时反应能力 这次的联合空降训练就是实施会谈的内容 报道说 从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立场 联合训练也考量到中共 因此要提高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能力 由以色列商人所属企业管理的邮轮默色街号 29号晚间在阿曼外海遇袭 造成两名船员丧生 31号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表示 海军爆破专家认为遭到无人机攻击 美联社报道 这个地区因为伊朗被撕毁的核协议 而和德黑兰陷入紧张 几年来频频传出商业航运攻击事件 这次默色街号邮轮有两名船员丧命 是几年来已知的第一起致命攻击案 以色列官员指控是伊朗发动无人机攻击 伊朗极端保守派的莱西 将于8月3号宣誓就职总统 尽管伊朗没有直接承认发动攻击 但这次攻击发生的时间点 就在伊朗似乎准备对西方国家 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时候 驻守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 周六在声明中说 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 和驱逐舰米切尔号 护送莫瑟街号开往安全港口 美国海军爆破专家准备支援 对这次攻击进行的调查 初步迹象显示这是无人机攻击 爆破专家在莫瑟街号邮轮上 找到明显的视觉证据 证明发生过攻击 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无人机从邮轮驾驶台的上方 炸出一个大洞 驾驶台是船长和船员操控邮轮 和指挥的地方 以色列要求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行动 并谴责伊朗是恐怖主义出口国 郑州暴雨才退 现在武汉肺炎又起 根据最新消息 郑州这次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从31号起 市民非必要不可以离开郑州 综合媒体报道 30号 郑州市查出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后 31号紧急召开会议 省委常委徐立毅指出 这次疫情传播快 散发性强 除了已经确诊的无症状感染者病例外 又发现多例疑似病例 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随后紧急发布公告指出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停止诊疗工作 市民群众非必要不能离开郑州 不得不离开的人 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郑州也将紧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等 另外 郑州的一个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为了阻断疫情扩散 多地封闭管理 限制人员流动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再次次起 南京机场自从20号爆发疫情以来 扩散到多省多地 根据最新消息 疫情重灾区的南京市 从31号起暂停开放旅游景区室外区域 相邻的扬州也紧急发布通知 暂停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所有航班的起降 综合媒体报道 截至到7月30号零点 南京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0例 而临近的扬州新增10例本土确诊病例 疫情严峻 因此 南京市文旅局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各区的文化旅游部门和文化旅游场所 做好防疫工作 并从31号起暂停开放旅游景区 同时 扬州也紧急宣布 从31号零点起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暂停所有航班起降 对此 中国网友纷纷讽刺 有的说 早就该这样了 南京路口机场 你们的一个漏洞 用全国人民给你赌 现在真的是遍地开花 还有人说 被殃及的宁乡人民 29号就餐饮都关门了 各项娱乐设施更是关得妥妥的 结果作为源头的南京 31号才开始实施 真是没救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夜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订阅 留言 我们明天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